中国政府赴阿尔及利亚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重庆集结 专家组于5月14日凌晨从重庆启程前往阿尔及利亚 帮助当地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这次赴阿尔及利亚抗疫医疗专家组 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组建成员共20人 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选派 重庆市选派15人 主要为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市级专家组成员 专业领域涵盖呼吸、重症监护、感染、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护理等专业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选派5人 均为澳门国际应急医疗队的流行病学和急诊科专家 专家组成员均参加过湖北、重庆、澳门的抗疫一线防控救治工作 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我们这批重庆派出的医疗队有15位同志 代表中国抗疫医疗队到阿尔及利亚 按照工作计划专家组抵达阿尔及利亚后 将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领导下 同时专家组还将对中国原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开展疫情防控培训 并指导在阿尔及利亚的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疫情防控工作 提升其自我防护能力 为助力阿尔及利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重庆市还向阿尔及利亚捐赠一批医疗防疫物资 这批物资将随专家组同机抵达阿尔及利亚 由专家组转交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 我们重庆市市委市政府 对这个原阿非常重视 就从我们重庆的这个物资里面 捐献了350万左右的疫情防控物资 这里面有N95口罩 有防护服 有防护眼镜 防护面具等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